這個延遲半個小時明顯是有偏邦政府之嫌 即是這個等同足球的吹黑哨的效果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除非議員很想我們出現留會 否則單憑我們如果開會是極有可能留會 我們都應該考慮會議時間 今早是黃雨 我正正收到很多議員表示 他們會有困難在9點之前回來 我認為這是一個合適的安排 議員遲到是他的責任 這個不是偏邦政府 這是我們維護本會有效運作的做法 而且決定會議時間是基本法規定 由立法會主席做的 曾鈺誠再解釋並沒有政治考慮 但願意檢討 這件事我承認今早早 我決定延遲一些開會的時候 警惕性是不夠 沒有想到這個這樣的 我自己覺得是完全沒有任何政治的動機 我猜不到會有爭議性的問題 都會引起議員這麼大的質疑 我吸取這個教訓 我接下來會小心一點 會議繼續逐一表決千幾行的修訂 詹培中和謝偉俊中午要求取消記名表決 加快程序被曾鈺誠否決 毛詹斯基在何永康報道 請問現議員梁國雄就立法會主席曾鈺誠 結束拉布的裁決提出司法覆核 律政司建議法院不應該介入受理 高等法院法官林文漢說 要尊重立法會的獨立 除非有特殊理據 否則對受理案件有保留 他聽完雙方陳詞 明天上午會決定是否受理 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都有出席聆訊 在庭上代表立法會的是資深大律師余若凱 社民連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 就由資深大律師李柱明在庭上代表他陳詞 李柱明在庭上指 以事規則定明在全體委員會階段不限發言次數 再沒有議員發言才可以表決 主席是沒有權設下發言的時限 因此曾鈺成引用議事規則第92條 說沒有機制令辯論完結 那他就有權結束辯論的說法是錯的 由自《基本法》第73條規定 議員有權案法定程序修改法律 曾鈺成的做法剝奪了《基本法》賦予議員的權力 違反了《基本法》 負責審理這次司法覆核的高等法院法官林文漢說 基於三權分立的原則 除非有特殊理據 否則都不想影響立法會審議法案 對受理今次司法覆核有保留 代表立法會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就說 曾鈺成裁缺前問過有沒有其他議員要發言 拉布的議員當時沒有回應 而《基本法》也沒有賦予議員去拉布的權力 議員重複發言是浪費時間 由自基於三權分立 司法機關不應該干預立法會 母線電視機則後文文報導 議員王怡宏昨天凌晨在立法會提出結束辯論 被質疑是同主席曾鈺成 立法會秘書處和民建聯合謀的行動 王怡宏就否認 強調他沒有同仁合謀 這個合併辯論應該要結束 昨天凌晨大概四點半 王怡宏要求結束辯論 翻看之前十幾分鐘的直播片段 請點人數 梁國雄要求點人數之後 現場收音聽到主席曾鈺成這樣說 三年六一 之後見到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 將紙仔交給傳遞員轉交王怡宏 分幾鐘之後王怡宏收到另一張紙 再過幾分鐘 王怡宏走到葉國謙旁邊 會議恢復之後 王怡宏就提出結束辯論 民主黨的張文光說 一定要追查這件事 我們也要求他解釋 回來就動了是什麼意思 回來就動了之後 連串這麼巧妙的事情是為什麼 曾鈺成就說 不記得那句說話是在說什麼 我可能有這麼說過 有人問過我 但我真的不記得 因為在整個會的過程 我有很多機會和旁邊秘書長溝通 我在整件事之前 沒有跟王怡宏議員溝通過 沒有跟他談過 葉國謙強調沒有跟王怡宏合謀 但對於這件事我是不知道王怡宏在做什麼 OK OK 你們合謀是錯的 我沒有聽到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也沒有幫他合謀 吳文華就解釋紙仔的內容 黃怡宏議員 其實他一直都在問我 其實現在我們開會開到多少個小時 黃怡宏說張紙已經扔了 我問他現在究竟開了多久 他是33點5已經寫了 那是不是隔了中資辯論 什麼隔了中資辯論 為什麼你們對我這麼懷疑 你為什麼要對我懷疑 我是最老實的人 從來不說大案 誠信破產曾育成 公民黨在立法會外面示威 質疑曾育成的中立性 要求他辭職 無線電視機仔 龍偉宇報導